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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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吃当地的大白菜 含糖量比较高 腌制冬菜吃起来发甜 口感好 含糖量多 成就了苍州冬菜的甜味 当地人称 这种甜味能刺激人的食欲 还能带给人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白菜的帮薄 精细 可是刘师傅还是要把白菜的外皮去掉五六层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做冬菜呢 这个宅菜也很关键 我们要去掉外皮的老帮 老皮 老叶子 只剩里面的那个白白的菜心 这样呢 样子来冬菜呢 金黄金黄的 颜色特别好 菜肴上桌 首先要看的就是麦香 去掉多层绿叶 是因为绿叶在经过腌制后 颜色会发暗 发黑 而去掉外皮和老帮 更是为了保证冬菜味道的纯粹 为了冬菜的品相和口感 只能严苛选择 这是让苍州冬菜 能够色香味俱全的基础 菜皮准备好了 将其切成长约1.2厘米 宽约1厘米的小块 方便入味 苍州冬菜作为咸菜的一种 最重要的口味就是咸 盐可以调动食物本身固有的味道 在冬菜制作中的地位 具足轻重 而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使命 脱水 这个大白菜切完之后 要加盐脱水 为了防霉 防腐 防变质 众所周知 白菜中含有大量的水分 而水分过多会导致 冬菜在腌制过程中腐烂变质 所以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脱水过程 脱水离不开食盐 当盐水的浓度大于白菜中细胞液的浓度 水就会自动从低浓度流到高浓度 以达到平衡 白菜里的水便出来了 脱水完成后 大蒜就要闪亮登场了 这个自动菜离不开大蒜 选大蒜也很重要 我们要选当地的这种红皮大蒜 选四个瓣到六个瓣之间的那种 这个大蒜能起到沙卷 防腐 它又能提味 它那个翻炒之后呢 试起来比较香辣可口 大蒜含有丰富的蒜氨酸 在大蒜被切开或者捣碎之后 会转化成大蒜素 大蒜素不仅可以在瞬间杀死大量的有害细菌 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是防止冬菜腐坏变质的又一道保障 而之所以用红皮大蒜 是因为其蒜拌均匀 腊味更加浓郁 腌制出来的冬菜 口感更为醇厚 是制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 蒜泥 石盐 与白菜充分搅拌 只有制作者才明白 这一次次的搅拌对于冬菜意味着什么 蒜香是一种奇妙的味道 在搅拌中弥散在空气里 慢慢浮动 撩拨着我们较为敏感的鼻子 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装潭发酵了 装潭的时候呢 必须层层地把它倒实压实 不然呢 里面的空气排不出来 它又会发生氧化变质 蒜州冬菜的制作 刘师傅一直遵循古法 但是坚守传统的它 却并不守旧 为了完善蒜州冬菜的制作 更好地保持蒜州冬菜甜咸香辣的特色 它动了不少脑筋 还研究了一套三变加研法 在脱水时 用食盐脱水 再加入蒜泥时 再加入食盐 一同拌菜 在装潭腌制时 再撒一遍风口盐 主要是在层层导致的冬菜上 附上一层 隔绝杂菌 防止表层冬菜变质 盐与白菜的比例 要达到精确的一比五 也就是每五千克的白菜中 要加入一千克的盐 之所以这样要求 是因为加入的食盐量越大 浓度越高 以致有害微生物活动的效果越好 但过重的咸味 却会导致腌制品 咸味淡 风味差 品质降低 因此只有加入适当的盐量 才能使其既能达到 抑制有害微生物活动的目的 又能增进腌制品的无限风味 风摊完毕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了 这个冬菜呢 要腌制三百天 不添加任何的天涯剂 防腐剂之类的东西 经过长时间的发酵 产生一种酸性物质 实际上比较脆嫩 发酵 酝酿 演变 一切的未知 让人产生无尽的期待 等到冬菜腌制好的那一刻 轻轻地打开 盖在缸口的密封材料 只觉得一股浓郁的香味 弥漫开来 顺时充满了整间屋子 让人迷醉其中 再看那腌好的冬菜 颜色金黄 处处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制作者的期待 也是各大厨师们所偏爱的 苍州冬菜是一道佐餐的小菜 但这并不妨碍厨师们 用它来煲汤 做菜 大小菜肴中 都可以看到冬菜的身影 家常炒鸡蛋 也要加入冬菜来提味 将青椒大葱切成小块 打上几个鸡蛋 放入少许食盐 添上适量冬菜进行搅拌 搅拌均匀后 放入热油中进行翻炒 美味的冬菜炒鸡蛋 就出锅了 色彩斑斓 香气四溢 让人食欲大增 除了家常菜之外 对于苍州本地逢年过节 或者婚丧嫁娶 所必须的乡村老邪 冬菜也是必不可少的配料 乡村老邪由八大碗组成 多以肥肉为主 冬菜激发着搭配食材的滋味 更是与肥腻的肉类脂肪 形成美妙的平衡 不放冬菜没有味道 就是放上冬菜之后 吃着口感就香而不腻了 像咱这个老邪里边 放冬菜是必备的 另外你像咱这个炒鸡蛋 或者做豆腐之类的 都可以放上提味 这个放完冬菜以后 这个味道相当不错 好吃 雪菜要怎么腌才好吃 刚收割的雪菜 为什么就随意摊散在菜地里了 而老人腌雪菜 为什么要先洗脚 这被南方人津津乐道的咸菜 在制作过程中 还有哪些门道 广告之后 继续浓广天地 雪菜的腌制与加工 雪菜是我国长江流域 冬春季节普遍栽培的一种蔬菜 学名叫做雪里红 是十字花科 云台鼠 芥菜种草本植物 为芥菜类的一个变种 叶饼和叶片都可以食用 而且营养价值很高 但是各地方的方言有所不同 湖南湖北俗称为排菜 而四川重庆雪菜 则被叫做香青菜 不论何种叫法 雪菜在中国饮食文化中 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雪菜可以鲜食 但口感略微色辣 最为常见的 还是腌制加工后的雪菜 风味更佳 经过发酵腌制的雪菜 色泽黄亮 口感清脆 微酸开胃 是南方传统腌制菜书中的 一个著名品种 雪菜的加工讲究时令 冬季是雪菜成熟 菜收腌制的最好季节 农田里 时不时都能看到 收割雪菜的场景 农户们挥着镰刀 割下一茬茬的雪菜 将它们先在地里 摊晒24小时左右 让水分失去约五分之一 使其略显尾粘 这样的雪菜在腌制过程中 能促进蛋白质水 解成氨基酸 使其散发出 菜的鲜味和香味 同时也不会因为 新菜水分含量过高 而发生腐烂 影响质量 晾晒后的雪菜 一捆捆用稻草绳扎紧 装到车上 运回农户家里 继继续晾 飞檐青瓦 马头墙 外墙石雕 旧花窗 内里石木结构的 狼柱楼宇 典型的江南民居特色 房古的厨房 有为吸引人的注意 三眼柴草大灶 旧式红漆碗厨 其中有一组古装蜡像 年轻的母亲正在缸里取雪菜 孩子点着脚尖 嗅着香味 更有靠处理拉洞的龙骨水车 旧时轻移的永丰石桥 民间收集的老家石河布头 原富长口黄褐色的烟彩缸 这些都是雪菜故乡 最原汁原味的历史见证 老房子屋外的院子里 雪菜腌制记忆的 非遗传承人 乐海康先生 正在用传统的手工记忆 向我们展示雪菜的腌制方法 腌制雪菜 雪用的器皿可是有讲究的 当地人一般采用七蛋钢 即古时一种可装纳 七蛋皿的陶器 总容量约为五百千克 是江南一带腌制雪菜 最传统的容器 腌制前要对雪菜进行挑选 科大更多的雪菜最为适宜 选好后用刀将雪菜齐根削平 剔除老金黄叶 刀去菜上的泥土 但暂时不能用水清洗 你如果用水洗了以后 这个水分含量又提高了 提高水分含量以后呢 它这个蛋白水解的速度就慢了 而且的话你水泡了以后 水洗了以后呢 它这个细胞组织会破坏 这个你踩下部还有工序 还要踩啊压榨啊 那么的话你这个细胞就要破坏 破坏以后就不利于下部的发酵 乳酸发酵的 清理好的雪菜根部朝上 筋部朝下 放在空地上摊晒三至四个小时左右 让其进一步自然脱水 摊晒过程中要防止雨淋水浸 经过自然脱水处理的雪菜 就可以进行腌制了 在腌制时 如何摆放雪菜也是有讲究的 先在缸底撒上一层盐 然后将修整好的雪菜 按照今夜朝上烧外清 根部朝下烧内清的顺序 从四周向中央分批叠棒 紧密排列 为什么排呢 排了以后它就更紧密了 更紧密的是它的空气 把空气都赶跑了 赶跑的话就便于乳酸发酵 因为乳酸发酵过程当中 它不需要要在腌阳的情况 你越是没有空气 发酵的产品也越好 敌放一层撒上一层盐 以此而作 每层撒盐时要分两次 第一次撒下的盐 用手剥菜 使叶片上的盐落入根部 第二次再撒在叶片上 这样可以让盐分与菜体充分接触 一支桃缸可放菜 十二到十三层 每一层撒好盐后 都要进行圆蒸式的采榻 采榻要轻而有力 以采榻出汁水为宜 为的是尽量减少缸内空气的存留 造成趋氧的状态 促进乳酸发酵 雪菜装缸完毕 要加入两千克左右装缸盐 高浓度的食盐水溶液 隔绝了空气 并渗透到蔬菜的组织中去 使其脱水并抑制 有害微生物的生长 然后放入稻草 插入竹片 做到中间高四周低 最后压上大石块 任其自然发酵 在时间温度的无形推动下 缸中的血菜正发生着奇妙的蜕变 有人会担忧 这样腌制出来的血菜 食用是否健康呢 报道很多了 芽穴上穴很高 高了以后吃了会重重多 人类要重多这些 都是因为腌制的这几天的血菜 几天的血菜 它芽穴上穴就比较高了 就容易重多 你腌制一个礼拜以后就不会成千 一个月以后那基本上吃不出来了 芽穴上穴 腌制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缸底就会自出一瓦卤水 呈现暗黄色 表面泛着浮沫 这代表着血菜已经有了充分的发酵 一缸色味俱佳的腌血菜 可以放心使用了 原本脆嫩鲜绿的血菜 变得金黄透亮 泛着隐隐的光泽 传统方法腌制好的血菜 一般可以保存六个月左右 那怎么样的口感和品质 才是质量上层的血菜呢 主要是从色香味来考虑的 这个颜色呢 要色色黄亮 你腌的时候黄亮的颜色 色色黄亮 味的话要风味的话 要有香气 香味要浓 香味浓它主要是通过乳酸发酵以后 产生的乳酸的话 产生一些香味物质 那么说香味的话 味道也鲜美 因为实际上的话 你尝一下的味道就尝出来 血菜营养丰富 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蛋白质 氨基酸和矿物质 能生津 开胃 具有利尿止泻 驱风散血 消肿止痛的作用 是民间常用的草药 可以外敷 也可以内食 疗效显著 正然金菜狼叔好 不及无香 血底红 腌制好的雪菜 是江南一带 寻常人家 最常见的一道特色菜肴 每一个喜欢吃雪菜的人 都对它有着特殊的记忆 雪菜大黄鱼 是一道备受食客 青睐的传统菜品 选用甚好的大黄鱼 起刀片花 油热后 稳火略煎 再放入雪菜一起蒸煮 鱼肉的鲜嫩 雪菜的爽脆 鲜美可口 雪菜不仅提鲜增味 而且还中和了鱼的腥味 使原始食材的风味 更加新鲜合一 味道浓厚 雪菜肉丝 也是一道最为家常的美味 简单一做 葱 姜 蒜 干辣椒 用热油爆锅 肉丝细嫩 切好后下锅翻炒 待变色成五分熟时 加入雪菜煸炒成窑 清脆鲜香 软嫩适口 咸鲜 微辣的口感 不是为一道食过难忘的丝香菜 此外 雪菜鱿鱼 雪菜年糕汤 雪菜烧豆腐 一道道用雪菜调味出的菜品 都是很多人口中 津津乐道的洗衣间美味 如今 随着科技的发展 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 除了雪菜腌制的传统手工艺之外 工厂化生产也越来越成熟 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 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 让数百年流传至今的雪菜加工技艺 有了工艺的创新 腌制好的雪菜 切丝 调味 装带 称重 封装 使传统的雪菜产品变成小包装产品 携带方便 开带及时 烹调自如 迎合了现代人生活的节奏 利用高科技 不浪费原材料 利用雪菜加工中剔除的菜叶 菜头和加工卤水进行加工 制成鲜美的调味品 雪菜原汁 当时开发雪菜小包装的时候 要把头跟尾的话也切掉 那么做腌制过程当中 有大量的卤了 不好的利用的话是非常可惜的 而且的话还会污染环境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发雪菜原汁了 它含了18种氨基酸 氨基酸含得非常高 香味也非常弱 这些现代的加工产品 不仅增加了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还提高了雪菜的附加值 更好地迎合了消费者的食用需求 种植 收获 晾晒 腌制 发酵 古老的雪菜加工 时至今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项普通的食品生产记忆 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它在人们的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产品 让雪菜产业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其实无论是冬菜还是雪菜 对于喜爱它们的人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种清鲜眷勇的家常滋味 更是一种岁月和乡土的味道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